好,各位同学,那么在上一节课的课程中 我们深入的学习了Python的逻辑运算符 那么本节课我们来继续学习一种新的运算符 就是这个成员运算符 成员运算符在之前我们讲序列的时候 其实给大家简单的提到过了 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把这种运算符 像现在这样系统的归类到 我们的运算符体系下面来 好,那么我们这节课来一起学习一下 成员运算符比较简单 只有两个,一个是E,一个是NOTE 那么从字面意识上来讲的话 就是在或者是不在 好,那么我们之前提到过了 对于每一种运算符 我们一定要抓住它的主要特点 那么成员运算符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好,首先成员运算符是用来判断 一个元素是否在另外的一组元素里 大家注意我说的这个描述 每个元素是否在另外的一组元素里 好,这是它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 成员运算符的返回值 依然是我们所熟悉的布尔类型 好,然后让我们到我们IDLE里面 来实际的演示一下成员运算符的用法 假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序列 12345 我现在要判断一个变量A是否在12345这个序列中怎么做呢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E这样的一个成员运算符 好,让我们打开我们的IDLE 用实际的代码来演示一下成员运算符的用法 假设说我这里有一个变量它的值是1 然后我们现在要判断A是否在另外的一个列表中 好,假设这个列表是12345 我们要执行这样的一个逻辑操作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成员运算符 好,AE12345 如果A确实是在12345中那么它将返回Q了 如果不在呢 比如说我再定义一个B B等于6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B是不是在这个列表中很显然 6是不在12345中的 所以说它会返回False 好,这个就是成员运算符的基本的用法 好,那么这个成员运算符有两个 一个是IN,另外一个是NOTIN NOTIN这个如果大家能够理解IN的用法的话 NOTIN其实也是一样的 IN是判断是否在NOTIN是判断是否不在 好,我们还是拿上面的这个例子来看一下 B是否在12345中呢 如果B取6的话返回的是False 因为6不在12345中 上IN,NOTIN 这个结果就应该返回Q了 因为B确实不在12345这个列表里 所以说它得到的结果是Q 好,那么这里我们是拿列表在做举例 但是它同样是可以存在于其他序列中的 包括字符串 比如说我现在定义这样一个B等于A等于H 好,然后我现在要判断B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Hello中 好,很显然答案是Q 圆组可以吗? 圆组一样可以 好,然后这个集合可以吗? 集合也可以 好,包括列表、圆组以及集合的成员关系预算都是非常好的理解的 然后我们现在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字典 成员运算 它又有一个什么特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同样定义一个变量 它是一个支付串A 好,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样来操作一下 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成员关系预算它会不会报错? 首先是它不会报错 然后它会返回一个什么样的值? 我们看一下 False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B给改一下 然后我们再一次的运行这段代码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B的取值是1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字叠里面它的值也是1 看似它将返回True 但是问题是让我们看一下它还是返回False 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情况 这个时候我把B定义成支付串C 然后我再一次的运行这段代码 此时它将返回True了 那么大家从以上的这三个举例中 能不能观察出字典的成员运算它的一个规律? 很明显只有第三种情况下面它才会返回True 这个说明什么? 这个说明字典的成员关系运算是针对KeyVenue 箭直队里面的键来操作的 它判断的并不是Venue 而是Key 比如说我们第三种情况 只有当这个字典里面存在这样的一个取值为C的Key的时候 返回的才是True 好,那么通过这个示例 其实我也是想告诉大家 编程一定要实际的去动手 当你对一个问题存在疑惑的时候 没有什么太多的方法和技巧 就是多去试一试 多去写一下去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